4月13号晚上,一名7岁的小女孩在南京地铁红山动物园站走丢了 和其他孩子不同的是,这位小姑娘主动找到了巡逻民警求助 而且回答问题的时候,那是相当的淡定 接近的王警官介绍,4月13号晚上9点多 小女孩和爸爸在地铁1号线红山动物园站门口踢球 这爸爸也是够粗心的,临时去办事,一不小心就和孩子走散了 好在这位小姑娘十分机灵,立刻想到了来地铁站内求助 她呢,首先是找到安检员,然后安检员告诉她,我们警务是在哪里 然后她就过来了,过来的话,首先小女孩呢,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有一点紧张 但是呢,跟我们后来的就是在与她就是沟通过程中呢 她表现的还是比较淡定的,然后她告诉我们她的名字 然后家长的一些联系方式 几星周折,民警才联系上了孩子的爸爸,并对其进行了教育 在整个过程中,小女孩一直不哭不闹,向民警讲述了自己和爸爸走失的过程 我忘了一下,没看到里人,然后我忘了一遍站前也没看到里人 然后我急着忙忙去警察,叔叔拉里去 她应该是有这种思想,在遇到困难的时候,去首先去找我们警察求助 孩子的爸爸说,孩子之所以这么淡定是因为家人从来没拿警察吓唬过孩子 拿警察来吓唬孩子,这样的话会对小孩子产生一个 产生一种比较先入为主的这种惧怕警察的这种心理 民警提醒了,在安全教育中,家长应该教会孩子识别警务站 制服等标识,学会向警方求助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